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林 最近一段时间没怎么做视频 完完全全失去了我的创造力 根本不知道做什么样的视频 想来想去呢 觉得今天还是做一个 跟彩妆有关系的 但是就不教大家去化妆了 不专业的彩妆视频呢 教学视频就到以后再做哈 今天做一个不专业的吐槽视频 我吐个槽总行了吧 吐槽不需要有什么专业的背景 才可以做吧对不对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是关于彩妆的购买 我呢就是也是跟很多欧美 我follow的youtuber 看他们做的相关话题 我得到他们的启发 他们就做过的叫做 makeup I'm not buying in 2021 就是说在2021年 我不会去购买的彩妆品 然后我当时觉得 哎呀太好了 因为我有好多东西不想买 刚好可以落一个 这方面的视频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发现一下我对于消费的一种 一种看法吧 第一个我觉得2021年 我真的真的觉得 不想买的产品彩妆品啊 就是粉底 而且是任何形式的粉底 因为我发现呢 其实我个人使用粉底的速度 真的是极慢极慢的 平均来说呢 至少得一年 而且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款粉底 然后就是无可替代 别的都不想用 只想用它的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意外 即使是一个很喜欢的粉底 也最少是两年才能用完一瓶 真的是太慢了 我甚至现在手里有一些粉底 它是一个彩妆的大基础的产品 所以无论如何呢 都希望呢多一些预算去投到这个粉底上面 所以说我手里现在所有的粉底 都是高端品牌吧 就算是进到百货商店的那种品牌 而且相当一部分呢 是有一个特点都是比较高遮瑕 造成的结果就是 其实用量是相对更省一些 就更少一些 再加上我呢 不是一个每天都会化妆的人 但是我只有在做频道的时候 就做视频的时候 会化的比较浓的妆 或者呢偶尔出门 比如说以前还有机会出去溜达溜达什么的 现在几乎就只是超市啊 就偶尔机会 有机会出门的时候 我会化的稍微重一些 否则到平时在家我是不化妆的 对于我这种没有日常化妆需求的人来说 粉底用量就真的是更加的省了 虽然这个东西吧 经常会出新产品 也是一个诱惑很大的一个category 因为经常每个品牌会创新嘛 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包装也换 formular也换 就给刺激消费嘛 所以说有时候是容易 就是说给我一种动力想让我买 但是我现在我决定 至少2021年我要控制住 就不要购买任何一款新的底妆产品啊 第二个就是 我2021年不想买的产品 就是腮红 如果说粉底呢 它是归宿用完 但它至少还是有速度的对不对 腮红到目前为止 我这人生我就没有用完过一块腮红 我只有摔碎过一块腮红 就很早很早以前 我有一款蓝扣的腮红 然后我给摔碎了 最后就扔掉了 彩色产品啊 它每年都会出一些新的 质地比较好的 对我来说哈 我手上也有几块了 就是之前我买的那个苏库他们家的几块腮红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经常出镜率还蛮高的 就这四块一二三四 其实我这之外还有一块单独的在盒子里的 我觉得确实是真的是颜色我也有了 各种质地的我也有了 不太需要购买新的产品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的三五没有一块 咱就不说出什么铁片了 哪怕是出个坑的都没有 所以真的是使用量极少 就很难用完一块 如果再买的话 也是就是堆积我手里现有的这个产品的数量而已 所以我觉得至少2021年不需要再购买 第三个2021年我不想购买的产品呢 就是眉笔和睫毛膏这两个category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种产品哈 眉笔和睫毛膏不需要呢 去囤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好几款产品 就是一样就有一个就可以了 眉笔不需要多囤的原因是因为 除非你经常换发色 否则的话你对眉毛的颜色的要求是比较单一的 那如果除非你是需要染一些颜色 比如说你会染一些红一点的头发啦 或者染一些黄一点的头发啦 那你的眉毛需要根据这个变色 但是也不是说今天和明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不需要背太多不同的颜色 只要背当时适合你发色的这个眉毛的眉笔就可以了 那么睫毛膏我觉得不需要购买的原因 就是因为一个是处于卫生的原因 它非常你刷睫毛这个东西 它很接近你的眼皮啊什么 类线啊这些东西 所以说睫毛膏呢一般来说大家都是推荐 三个月就扔掉了 就是是从卫生的角度来推荐的 但我个人确实不是三个月就扔一只睫毛膏的人 我这人有可能是知道他干我都会一直用的 我会用到有一天突然眼睛难受 就觉得好像最近眼睛有点敏感 然后想是什么原因呢 我就会想八成是睫毛膏的原因 就会把睫毛膏扔掉换新 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 我很少会三个月扔一次睫毛膏 这就是我个人彩妆习惯里了 我唯一一个我觉得确实是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让我觉得在卫生上我没有做到的习惯 但是如果是让我三个月扔一款睫毛膏的话 我真的就是经济上我是支撑不了的 所以说从卫生角度来说吧 我就不想手上囤太多不同的睫毛膏 我希望囤稍微就是说基本的 纤长的浓密的卷槽的都有了 然后就不需要再另外购买了 所以说呢 睫毛膏现有的产品已经够用的情况之下 不要再去试其他新的或者买更多的睫毛膏 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也是这也是所有的产品里面 我觉得比较好放弃的一个东西 第四个就是2021年我不想买的东西 就是makeup wipes 就是所谓那种卸妆的湿纸巾 其实我一直对makeup wipes 这个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吧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挺伤皮肤的东西 即使你买的是价钱比较高 然后呢纸巾的质地是比较好的 我认为个人感觉 如果你的皮肤如果要想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最好就少折腾它 少蹭它 少摩擦它 不要做什么exfoliation 那种就是动作 我觉得做的越多 老化的越快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迷思 就我觉得就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所以我做到的就是尽量少去搓它 那我觉得makeup wipes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除了一个出门旅行 携带方便这一个优点以外呢 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点 而且很多比如说drugstore就是 药店卖的或者说是超市卖的那些品牌 像什么Nivea之类的 它们的纸巾的质量也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用的时候其实挺粗糙的 我以前也用过几包 我用过simple他们家的 用过Nivea他们家的 后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就不想用了 因为其实它们只能现脸部的妆 其实真正到了睫毛 尤其那些比较狠的比较猛的那种防水睫毛膏 它们也是卸不了的 睫毛无论如何都是要单独另外一个category去卸 所以说与其这样的 还不如把睫毛和脸干脆就分成两个 我的习惯就是 睫毛就是用双层的那种 卸防水睫毛膏的卸妆液去卸 然后脸呢就是用卸妆油来卸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使用下来 觉得最爽的一个卸妆的程序 所以说在我看来makeup wipe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 至于它会不会给这个地球造成额外的污染呢 那我无从口就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 这个东西其实挺鸡肋的 刚好就可以完完全全不要去购买 第五个就是 2021年我不想购买的 就是这个celebrity makeup line 就是明星出的彩妆品牌 比如说你像我现在知道 我听过的哈有什么Fenty Beauty啊 Selena Gomez她好像也出了一个叫Rare Beauty Kylie Cosmetics也出 然后还有那个Lady Gaga我记得好像也出 但我不知道她家现在怎么样了 好像是不行了 很少听人说买啊什么的 其实蛮多明星都会做这个的 但是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 其实我还真的是更喜欢 YouTuber自己出的一些makeup line 因为这可能是我的一种偏见嘛 因为我觉得至少YouTuber呢 还可以说他们的背景最少 要么就是确实真的是彩妆师 有一定的经验的彩妆师 即使他们不是彩妆师呢 他们也可以呢 绝对可以达到一个彩妆发烧友的一个级别啊 就是用的多了 你多少会有一点想法的对不对 多少会有一点要求的 所以他们出的东西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适合 就是老百姓咱们普通的这些消费者使用 会比明星他出的那个东西呢 会方向可能会不太一样 因为明星可能他会更关注一些市面上什么卖的好 对吧 因为明星他只是 他的作用是给这个品牌提供了一个identity 同时呢也给这个品牌提供一些知名度 但是实际上到了产品本身的设计方向了之后呢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多考虑的是市场上需要的是什么 或者哪种产品卖的更好 所以他们会是随着市场去做的 那么YouTuber呢 也许会有相当一部分个人因素存在 你像有一些比较追求自然妆的YouTuber 可能就会更偏向于出一些自然的彩妆品 那么如果说是一些化浓妆 化的比较猛的那种 YouTuber可能会更偏向出一些颜色 更特别的一些彩妆品 他们更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性格在里面吧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举个例子就类似于 是一个厨子去开餐厅 和一个明星开餐厅 或者一个食物评判人的专家 或者食品人去开餐厅 就是这基本就是一个到底 我觉得明星呢 他拥有的是个人的魅力 和他在他自己专业的这个 就是field 他专业的这个领域里 他自己的实力 但是这个东西他跟餐厅 或者说跟美妆 他没有直接的就是那种关系的 我个人是觉得 在他们自己领域 本领域里得到的 就是说荣誉 我是绝对认可的 但是如果他跨界的来做一个东西呢 那我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 所以说在我跟明星 没有特别大的感情的这个关系中 就我没有追星的这个前提之下 我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动力 去购买这样产品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这种情况就失败率会比较高了 除非是为了频道了 为频道做这个内容啊 否则的话 其实这种产品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 性价比并不是很高的 第六个 就是我2021年不想购买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买过这样产品 这个其实这个东西说了 就跟美朔一样啊 我是不想购买大盘子 就是我能想到的 比较喜欢做这种比较大的盘子的 这个专业的 现在是彩妆师品牌 比较爱做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那个Natasha Denona啊 VJR啊 还有那Pat McGrath啊 其实中国也有不少这种大盘子的品牌啊 但是因为我接触不到国货嘛 离这边购买不方便 所以说我能想出来的例子都是 就是欧美的一些品牌 我觉得如果说是眼影吧 稍微还好一点 但是哪怕是腮红盘也可以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大盘子的是什么呢 一个大盘子里有很多的高光色 或者那种很多的修容色 就一看这每一个颜色呢 就只适合一种肤色的人 这种盘子其实确实真的 我觉得原始设计 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专业彩妆师的需求 就是说他去画的这个客户呢 他无法控制他客户的肤色 对吧 他客户有可能是各种人种 各种肤色的人 他对颜色的要求就是很多 所以他每一个颜色都要背一个 一方万一 但是如果说是个人化妆呢 你自己知道你的皮肤什么颜色 就是这辈子都不可能改的那种 就算是晒一晒 他也只不过是稍微黑一到两度 你不可能从一个黄粉人变成一个白种人 所以这种一个盘子特别多肤色的这个颜色 对我来说就是绝对绝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是腮红的各种颜色 反倒还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我觉得腮红你可以去尝试嘛 不同颜色的腮红在脸上的效果嘛 一个人的肤色是可以适合很多各种不同颜色的腮红 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所谓的彩妆师专用 或者是适合彩妆师使用的各种产品 他们的背后意义代表的实际上是说 这个东西呢他使用比较稳定 而且呢他方便携带包装简洁 适合各种肤质 或是哪怕是容易过敏的人成分比较单纯 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使用上 应该是彩妆专业品牌出产品 他应该带的就是属性 可是现在呢就是说彩妆的 所谓的这些专业品牌出的东西 他已经不代表这种意义了 他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是把一些非常适合专业彩妆师使用的东西 包装极其精美 或者是做的比较高档一些 然后呢把它呢卖给一些彩妆发烧友去使用 基本上就是摆在一起呢分不出来个数 然后呢质量还是相当的中档偏上 质量还是很好的那种 足足辈辈都用不软 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类似的颜色吧 我觉得特别的色呢有 但是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 哪怕是彩妆的发烧友来说呢 使用的率也是没有那么高的 所以2021年呢大盘子的彩妆品呢 我还是一样的态度不会去购买的 第七个2021年我不会购买的品产品呢 它不是一个彩妆品 而是一个护肤品 也就是所谓的眼霜 其实眼霜这个东西呢 我很久很久以前呢 就一直认为是护肤的必须品 就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购买眼霜 而且我一直认为呢 眼部的皮肤跟其他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眼睛周围的皮肤的护肤 要跟其他的肌肤要分开 但后来我看了美国的那个 一个皮肤科专家 他在YouTube上还蛮有名的 就我当年看他的时候 他好像只有20万的就是subscriber 现在他已经超过100多万了 他就一直在宣传的观念 就是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单独的 去花钱购买一瓶眼霜 他说眼霜其实就是一瓶经过包装的面霜 其实跟面霜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当然了也许眼霜可能会有一些 多一些护肤成分 或者有一些少一些香精的成分 但是很多品牌 尤其是大品牌 都喜欢在眼霜里加一些很香的东西 因为他要用这个味道 把他这个品牌的这个价位给衬托出来 但实际上呢 就是在面部使用的产品里面 其实尤其是对皮肤比较敏感 比较脆弱的人来说 是不适合加任何香精的 就是最好是什么也不加 就是没有这些香味 就只是完完全全 简简单单的成分是最好的 而且如果它是能够做到 比较简单温和的话 你在眼周它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所以我自从看了 他当时说的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使用过眼霜 等于是省下了满眼霜的钱 可以把这个省下来满眼霜的钱 去干别的 或者去买好一点的东西 面霜 或者吃两顿好饭 我也没有觉得我不擦眼霜了 我的眼部周围的肌肤 出现了很明显的问题 比如说皱纹多了 或者说出现一些其他问题 我也没有 我觉得还是跟以前 差不多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观念呢 我是同意的 而且这个方法呢 我也一直在使用 目前为止呢 也没有出事 所以2021年 还是一样的 不会在眼霜上面 花任何的金钱 第八个我2021年 不会买的产品呢 就是Beauty Blender Beauty Blender 我的Beauty Blender 哪去了 我都找不着了 让我塞起来了 太贵啦 而且嘛 替代品太多啦 一开始它当年 刚开始出的时候呢 它确实是 蝎子使毒一份啊 现在它绝对不是了 太多太多品牌 copy了它这个东西 而且每个品牌 做的其实都不差了 现在不像以前一开始 copy的跟它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而且呢 就是在我使用中 我发现呢 第一个呢 它其实有一个 过软的问题 Beauty Blender 它做的非常非常软 只要湿润了之后呢 几乎就没有什么 太大力度 你上妆的时候 你会觉得脸舒适 但是如果说 你万一要遇到那种 比较粘稠 不太好晕开的 或者不太好拍开的粉底 它几乎就是 等于是给你做无用功 你拍了半天 你的粉底基础 还是在一些地方卡住 没有真割的均匀开 有一些粉底呢 适合稍微有力度 一点的海绵去拍 才会拍得更结实 举个例子 就是那种膏状的粉底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不太适合 我个人啊 觉得不太适合 用Beauty Blender 去匀开 因为太软的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 它会造成一个 滋润的假象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嘛 是占了水之后呢 把水挤走了之后 然后你在拍的时候 是会增加彩妆 上妆那一瞬间的湿润度 那个湿润度就是 从它里面的水分出来的 会让彩妆呢 尤其是比较新的那些彩妆 很容易的就晕开 所以你会觉得好滋润 就是脸上刚上妆那一刻呢 很舒服 尤其像有一些皮肤状态不太好 有些干皮的人呢 你会觉得哇 好爽 它擦完了之后 就比干的上 要好很多 皮肤状态好 但是它之所以好 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水分 这个水分擦到脸上之后 它是会早早晚晚会蒸发掉的 它蒸发掉其实呢 就会把这个妆的 这个湿润的这个感 就消失了 消失之后反倒呢 会稍微有一点的偏干 这个时候就取决于 你上面这个粉底的 滋润成分有多少了 如果你上面这个粉底 是有一定滋润成分的 那这个水分蒸发掉了 滋润成分还存在了 你的皮肤状态 是不会有太大变化 但是如果你这个粉底 本身就是一些 类似于比较持久性的粉底 相对偏干的那种啊 那水分蒸发掉之后 剩下都是很干的东西 也许会让你的脸变得更干 只要是海绵这种 这样的水会变大的海绵 它都会相对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说 最好是十进几 把水都挤出去呢 这样挤出去之后 最后它的效果是 你既能够使用到 它软的这种优点 又不至于被多余的水分的 影响到最后的妆感 但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Beautique Blender 是一个很浪费钱的 一个彩妆的项目啊 尤其是在你过了两三个月 就需要换一个 过了两三个月就要换一个 即使你不换到一定时间了 它的这个海绵 可能也会有相对的老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清洗的问题 都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方面 我更喜欢 像我现在为止就比较喜欢这种海绵 三角的像我们这边 卖的特别便宜 然后如果用到不太 洗不出来了 就直接可以扔掉的那种 而且完全不心疼 它这个是 我们这是 好像是六块海绵 是六欧元还是四欧元 我记不住了 就非常便宜了 下一个2021年 我不会购买的彩妆品呢 就是眉胶 我发现啊 这个是我2020年发现的 就是眉胶好像真的 不知道买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对我这种人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一个染头发的人 这就牵涉到一个颜色的问题 如果你需要用眉胶 把你偏黑的眉毛 染成其他的颜色 就是有一个颜色的转变的问题 那你就需要购买 但是我的眉毛 是不需要做这个颜色的转变的 我买过一个这个benefit 这个眉胶啊 其实它跟我的眉毛 几乎就是一个颜色 就是类似于深棕色的这种状态啊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我需要眉胶 它做到的东西是顺我的毛流 然后让我的眉毛有一种根根分明 然后有一种清晰的线条 有层次感 这是它的作用 可是呢 我发现了 我想达到的东西呢 完全可以用 一块肥皂做到 这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一块肥皂 没有任何特别的 就是你家里任何肥皂 都可以用来干这个 非常简单 就拿 拿一个这个水 就这样喷在上面 喷一点点就OK 然后拿一个这种 spoolie 这样 蘸到这样白了吧 然后你就这样顺着的眉毛去刷 它的定型效果呢 比这样的眉胶还要好 一样刷出来的是 根根分明的一个效果 就是那种 这不就是所谓的soap brown吗 我想象它唯一的缺点 应该就不防水 但是我也带着它出狱过 就是有下雨啊啥 我也没有太care 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它是透明的嘛 即使它不防水有怎么样的 对不对 它掉了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方法 对于我来说 它完全可以替代 眉胶的作用 甚至它各方面的表现 比眉胶要好很多 而且它的价钱极度便宜 人人家里都有这种原材料 有机会的话 你手上有那可以去试试 其实如果你不需要染眉的话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你眉毛不需要变换颜色的话 这种方法就万万可 全全可以替代你现有的眉胶 好我们到了最后一个吐槽的东西 就是2021年不会买的彩妆品 那就是 Setting Spray 定妆喷雾 这个东西我有时候想想 我觉得我真的是挺刚的 我居然从来没有用过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买过呢 因为我总是不相信 它在不伤害皮肤的前提下 能够让彩妆如此持久 其实冰妆喷雾吧 市面上有蛮多品牌不都做吗 但是真正下来呢 我发现很多彩妆师会用也推的 大家都觉得就承认是好用的 好像就只有Urban Decay的 还有一个就Make Up Forever的 大家说是真的好用 其他品牌的定妆喷雾 我觉得大家对它的评价都是很一般般 所以我个人的理解的 就是一个定妆喷雾要有效果 它就得狠点 或者说它就得伤一点你的皮肤 这是我的想法 另外一个它们都是要有成膜剂在里面 它要形成一个膜 把这个东西给你护住 让你不要轻易的拖下来 军裂啊或者掉下来 所以说我认为呢 让底妆持久的代价可能比想象中的要大 我就觉得不值得我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太伤皮肤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伤不伤 我个人的想象它是伤的 而且我也承认它是有效的 但我在就是正常使用化妆的情况之下呢 我发现其实呢 与其去花钱去买一个定妆喷雾 还不如呢 多研究研究自己实际的肤质 而去找到一些呢 更适合自己肤质使用的底妆 就是包括护肤品 然后一直到你的底妆产品 还有呢到你上妆的手法 就这些东西如果你选对了 你的妆没那么容易脱 如果这些东西你不选对 因为这太多东西在这了 你即使是拿了一个很好很猛的定妆喷雾的话 你的妆有可能该脱还是脱 就是你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 脱妆其实是一种正常形象 那有的时候呢 比如像有些提妆比较油的人 只要擦一层就是那种吸油的蜜粉 就在上底妆之前擦 然后你再上妆 它也可以做到帮你 就延迟你脱妆时间的一个作用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 就不太伤皮肤的这种方法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可以 你为什么脱妆 你要找到脱妆的原因对吧 然后你再想有没有必要去买一个定妆喷雾了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定妆喷雾 不是为了脱妆准备的 是为了妆效改变妆效准备的 比如说有一些定妆喷雾 它可能会让一个很光泽的底妆 变成一个雾面的 或者倒过来 有一个有一个喷雾 比如说Mac的那个Fix Plus 其实它不能延迟脱妆 它可以让一个比较雾面的底妆 变得比较有光泽度 就比如说你画的太过了 画太厚了 你可以喷一层 反倒会降低你的妆感 让所有东西都融合在一起 其实就是提前让你脱一件妆嘛 因为就是容易点 有点油脂了 就好看自然了嘛 所以说它们有不同的功效 你必须要找到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商品的真正原因 或者说你到底什么原因 你会造成你有这个 购买这个商品的需求 你找到原因了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需不需要买了 或者有没有必要买了 对于我来说呢 Setting Spray 尤其是那种防脱妆的那些Setting Spray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至于光泽的嘛 的Setting Spray嘛 我觉得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些比较滋润的喷雾 保湿喷雾 可能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看个人的具体需求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2021年我是绝对不会购买任何的定装喷雾的 那么所有的产品都说完了 这些东西呢 我是做的决定2021年不会买 而且那有相当一部分东西呢 就是即使是2022年 2023年 2033年 我可能也不会买的 因为这个不买他们的决定呢 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用 而是因为我在用我个人的这个评判标准 和我的价值观呢 去判断 或者说是去决定是否购买这样商品 跟这个商品本身好不好用 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这真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从个人角度来出发的 那么等到明年的2022年呢 我们再做一个比较的一个视频 看看我有没有达到去年说的 真的是这些东西真的一个都没有买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后悔 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 其实买了之后用了之后发现惊为天人 然后就想说 为什么自己以前从来都没有买呢 太傻了 也有可能啊 所以说等到时候呢 再做一个update吧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希望大家在家里头 安安全全的好好吃饭 做好防疫工作哦